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和历史文化名城 有着众多的旅游景点 以下是对一些著名景点的介绍 故宫 布宫 又称紫禁城 是中国明清两大的皇宫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宗族县上 布宫的建筑全约额壮观 气势辉红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 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北京市纪念的巴达岭长城 是长城的重要部分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天潭 天潭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旗古的城所 也是古代中国天文学和立法学的研究中心 天潭的建筑风格普普典养 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代表之一 移合团 移合团 移合团是中国清朝时期的皇家园林 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 移合团的建筑风格典养精致 团内山匪相见 景色优美 北海公团 北海公团位于北京市中心 是中国古代皇家园林之一 公团内有大片湖泊和若干建筑 包括五龙亭 白塔 游离场等 北海公团 北海公团 还是北京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古楼 中楼 古楼 中楼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 位于北京市中心 古楼 中楼建筑形式古普典养 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代表之一 两座楼台间隔一个街巷 是历史上官员布告正立和实践的场所 北京七九八义富区 北京七九八义富区是一个现代义富中心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都北部 这个区域曾经是国营电子工厂的旧址 现在被改造成为一个充满创意 和艺术氛围的地方 拒绝了众多艺术家 设计师和创意人士 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场所之一 以上是对北京一些著名景点的简要介绍 每个景点都有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